晚間8點43分 計程車行駛在新海橋上 但是車內卻突然聽到 駕駛連續好幾聲重殼機的車子 突然逆向衝入對向車道 第一輛機車驚險閃過 但是後頭兩輛機車卻閃避不及 騎士被高速撞飛 機車則被拖行好幾公尺才停下來 意外現場計程車旁卡著一輛野狼機車 已經完全被撞爛 一旁另一輛機車車頭幾乎全毀 橫躺在陸中央 我拿去拿去 人衣室或米飯逆向 輪到一台再輪到第二台 計程車內安全氣囊全爆開 駕駛被緊急送醫 但是看看沿途四散的零件 騎士呢 警銷附近搜尋 我哥哥在那邊 我哥哥在那邊 對 發作會是碰到那邊來了 意外怎麼發生的駕駛聲稱 當時計程車開上新海橋 往青莊方向 突然氣喘發作 身體不適 讓他沒有辦法操控汽車 接著車子撞爛防撞桿 一路往逆向開去 撞上了兩台機車 騎士被高速撞飛到一旁人行道 良名騎士分別是 剛從國外回來的21歲 阮勝祥以及後方54歲的中姓男子 但由於傷勢過中 綜醫後回天罰術 主著拐杖左手包著紗布釀貨的 小黃司機就是他 這是因為汽船發作是不是 面對詢問不發一語拿著包包遮掩 58歲的小黃司機 傅寶勝過去曾經有偽造文書前科 之前也曾經開過遊覽車 發生過重大事故 當時駕駛的遊覽車載著45名銀髮族 從台北到宜蘭灣卻失控撞上民宅圍牆 車子衝到一旁農田 車上37名老人家受傷 駕駛也雙腿骨折送移 駕駛自稱在事故地點 它因為有支氣管方面的疾病 休克導致車輛失控 跨越雙黃線 與另外兩位民眾所駕駛的機車 發生事故 汽船發作讓問蔣休克 小黃失控逆向撞上兩台機車 騎士遭到高速撞飛 這是美式綜合報導